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以现阶段来看其实进入到7月份指数的确也很难有所表现 因为根据历年来的统计一年当中12个月份7月份算是上涨几率最低的一个月份 因为除权除息会密集的发生在7月份 所以每年其实光是碰到配现金股利指数就是要被蒸发掉 7月份光扣掉这个因素其实就已经让上涨几率降低了不少 更何况其实有很多的产业在这边刚好进入到淡季跟旺季之间的一个交接 所以我想其实整个7月份大家也不必把重点放在指数能不能出现漂亮的走势 因为毕竟中美贸易大战只会越演越烈 但是选对个股就可以完全摆脱掉指数的限制 今天盘面当中最明显的就是被动元件 那被动元件呢以产品来说是不是又分成电阻 电感电容 那今天呢最强劲的就是MLCC基层陶磁电容器 这一切呢是跟华星科发布要涨价有关 最近呢华星科发公文给他们的客户 告诉客户呢7月份开始产品呢少则涨个50% 多的话呢可能涨个200% 涨幅是用%数到倍数来计算的 非常非常惊人 那甚至呢完全一副卖方姿态的样子 告诉客户如果你觉得对涨价后这样的价格 不接受你可以取消下单没关系 你看看一家公司做生意 可以做到这么霸气 那真的只能说让人家非常羡慕 华星科竟然告诉他的客户 我现在要涨价了 有的东西我要涨一两倍上去 你觉得太贵吗不高兴不高兴你不要下单 你可以取消你的订单没关系没有问题 已经下单的人如果你对这个价格不能接受 你都可以取消掉 所以你要好好去思考这背后的意思是什么 你取消没关系啊 后面排队在抢货的一大堆 所以这个就叫做卖方市场 卖方市场当然是因为供给赶不上需求 各位想一想之前四月五月的时候被动员件是不是很夯 非常非常的夯 可是四月五月那个时候是手机的淡季 是NB的淡季是电子产业的淡季 在淡季之下产品都能够大涨 像华星科像国具这些公司 营收获利还能够创新高喷发 那要注意了喔 现在七月份是第三季的开始 旺季要来了 旺季代表了产品的供不应求会更吃紧更严重 所以这一次呢一口气暴涨个两倍 真的是让市场的石破颠惊 又看到被动员件的活力 所以今天盘面上最强的族群 当然就是被动员件 其中最强的次族群 就是被动员件当中的MLCC 其中最强的股票就是华星科 原因就在于华星科发起了涨价的通知 而且华星科是国内被动员件公司里面 MLCC贡献营收比重最高的一家公司喔 他是全球排名前五大的公司 那国具呢是排第三名 可是呢因为国具在店主跟MLCC都很强 那但是如果说纯粹就MLCC对营收贡献比重来讲 最高的是华星科 所以基本上呢 我已经把今天解盘重点讲完了 各位看一下上礼拜五 华星科尾盘就已经供到快要涨停 今天尾盘最后呢 冲上了458.5元 涨停板锁住 现在的华星科 是已经先创新高的 创多久以来新高 创历史新高 上一波供到这里 六月中旬的时候 420块是已经创下历史新高 然后经过了一波回档修正 六月底的时候 被动元件呢 都在呢回档修正 结果呢 这两天又开始转墙上来 那要特别留意的是 华星科是这一波 最先改写新高的个股 也就是呢 把六月中旬的这个高点 率先做了突破 那所以不仅是创下了 波段新高 华星科还又再创历史新高 那当然呢 国具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档个股 只是呢 国具先前呢 有一个麻烦 就是呢 在7月9号 他要配股票鼓励跟现金鼓励 除全席 那么我们知道 大户是不喜欢抱着股票 参加除全席的 因为要课税嘛 所以呢 一般来讲 这种配股票鼓励的公司 弃圈的卖压会很重 那再加上呢 国具先前又已经大涨过 所以市场上原本 算是都不看好 国具呢 在除全席之前的行情 因为会有弃圈席的压力 可是呢 对于大户来说 如果他们真的很看好一档股票 而且你明明知道这家公司 它将来就是会有很多的利多 会大成长 会一片大好 那怎么办呢 因为你如果为了想要结税 把股票卖掉 那或许你将来 是很难再用更便宜价格买回来 因为它可能会一路上去 尤其各位想想看 国具在7月9号除全席 可是呢 那个时候业绩是不是公布了 公布了 国具有 它的惯例大概都在7号 每个月7号 去公布上个月的业绩 所以等于它除全席之前 业绩就已经公布了 所以这个对于大户来说 会很麻烦 怎么办呢 我如果为了要结税 我把股票卖掉 可是它如果公布业绩 股价涨上去 怎么办呢 所以我其实一直在注意 国具的个股期货 跟认购权证 因为对于大户来说 如果看好一档股票 又想要参与行情 又不想要被磕税 最好的解决方法 就是呢 把部位从原本的现股 转换到持有个股期货 跟认购权证 因此各位来看一下 到上个礼拜五为止 这是国具7月份的个股期货 国具期07 我教各位看一下 你有没有发现到 前一波国具股价拉回的时候 那期货当然也跟着现股跌下来 那跌到大概呢 以期货来说 以期货来说大概950到1000 这个区间的时候 也就是呢 国具的这一次 回档修正的相对低点 你有没有发现 下面的未平仓量 连续密集的大增 就这个地方 那目前来看 未平仓量是创下的新高 而且呢 期货的价格比现货高 这个叫做正价差 代表呢 大户正在呢 积极的把股票 转换到期货的部位 一直在买期货多单 一直在买进 一直在买进 因为呢 买进国具的期货 该配的股票鼓励 跟现金鼓励 它一样会反映在价格当中 它不会吃亏哦 它一样赚得到 至于说你 如果想要问我说 为什么它会赚得到 这个不好意思 这真的讲下去哦 今天整集都要讲这个了 这个你们就自己去查一下 各股期货的一些 规范的方法 那重点是股票鼓励 跟现金鼓励 它会反映进来哦 所以它一样赚得到 那如果说业绩供不出来 业绩好 或者说像今天 国具都快要涨停板了 当然它的股票期货 也会跟着涨 所以大户它完全可以赚得到 然后呢 都不用缴税 那另外我们看到呢 在国具的 认购权证的部分呢 也很明显的 有大户在做买进 怎么看呢 各位来看一下 这个是国具的现股 下面我放自营商避险 那自营商避险呢 就是说如果有人从市场上 大量的去买进国具的认购权证 做多的认购权证 自营商它就会呢 站在买方 如果有人卖出认购权证 那它就会站在卖方 你看哦 上一波国具从800这边一路涨 涨到呢 差不多1100块之后 这边自营商避险一路增加 代表呢 在同一段时间里面 有人不断地买进国具的认购权证 从高档转落之后 你会发现到这里就有调节的压力 代表呢有人卖出了做多的认购权证 好 然后重点重点来了 同样的在国具呢 950到1000这个价格区间 上个礼拜 有没有注意到 底下自营商的避险买盘又来了 代表呢 也有人呢 在国具拉回到低档的时候 正在呢 针对做多的认购权证 在做布局 那同样的 当国具除权除息的时候 认购权证 他一样 也能够赚得到席值 权值 那抱歉 我一样没有办法花时间去说明 为什么 但你只要知道这个结果 所以呢 这边要下一个结论了 很少人像我把这个 认购权证跟期货 跟股票之间除权协关系 为各位解释得这么清楚的 大户的做法 如果看好一档股票 可是呢 又不想参加除权息 因为要被磕税 可是手中又想要握有这个部位 怎么办 就把现股卖掉 然后把这个资金转去买 认购权证 转去买 个股期货 该赚的价差 涨上去一样赚得到 配股配席 该赚的席值 全值一样赚得到 这就是大户的做法 好 所以呢 各位终于明白了吧 那为什么这一段时间 国聚呢 开始转强 上周五喷出 今天再喷出 到今天尾盘呢 已经供高到了1230元 距离呢 上一次的历史天价 1255元 只差25块钱 马上要创新高了 这一次 从六月中之后的拉回修正 再到上个礼拜之后的 转折往上 其实国聚它完全就是在反映 除全息的调整 大户先把部位 做调节卖出 然后转换到 个股期货 跟能够全市场 因此国聚就开始反转 好 那至于说基本面的部分 当然是没有改变了 好 所以完全不是因为 什么被动元件 供需有没有要反转啊 什么的 那上一次 这个市场上 看到千元股王 已经是大力光了 在上一次是宏达电 那市场上呢 总是免不了的 很多人呢 对千元的股王 股后啦 这些高价股 都会比较敏感 好像会觉得说 这些股票是不是被高估 甚至炒作 那我想 我用一个客观的数据 让数字来说话 各位看一看 千元股王的比较 当初宏达电 在2011年 公上1300元的时候 当时它的股本是85亿 那当年宏达电是千元股王的时候 它的毛利率是28.76 那么在股价最高的1300元 当季的EPS是20.65 那么当年的EPS是73.32 这是当初1300元的宏达电 那各位看一下大力光 大力光呢 在它供上1000元的时候 在2013年的时候 股本是13.41亿 毛利率呢 比较大力还要高 47%以上 那当季的EPS是17.3 当年EPS也超过了70 达到了71.64 那我们看看呢 现在的国具 到今年第一季为止 国具的股本35亿 介于大力光跟宏达电之间 毛利率呢 远远的超过宏达电 甚至还赢过大力光 那么今年第一季 它的EPS是12.15元 这是今年的第一季 那今年呢 其实在4月份的时候 国具单月的EPS 已经赚到了7.43 那么5月份虽然没有公布 但估计会超过10块 6月份绝对是更高 6月份绝对是更高 所以预估呢 今年的国具呢 全年度的EPS 或许呢 都还有再上修的空间 但是呢 光从如果国具今年的EPS 是超过100元以上三位数 那股本呢 又不是很大 比宏达电还小 毛利率又最高 那各位想一想 今年的国具 千元有没有资格 占得稳 我们纯粹从 让数据来说话 以它的这样的产业地位 世界第一的店主 MLCC第三 以它的获利水准 以目前的整个产业 吃紧的状况 涨价还要再涨价 但既都涨价了 旺季还要再大涨 那么1000元 有没有资格站稳 各位去想想这个问题 那当然我知道 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来买国具 可是你想想看 当国具站稳了之后 我一直在跟各位讲 被动元件的股王 一发号施令的时候 其他被动元件股票 当然都有机会 所以我们持续看好 旗立新 今天股价也差一点 碰到涨停板 随时也准备来创新高了 另外达方 第三季的产能 预估会比第二季增加 大概30%左右 五月份单月EPS 已经超过第一季 这同样都还是淡季的水准 第三季后面 旺季更旺 而且价量起扬 准备也准备要来挑战新高 所以整个被动元件的产业 我们从先前高档的初心 留下一档就是国具 再到这一波的拉回 密切的追踪 在进入转折点的时候 也跟各位预告了 温阳老师准备进场再买 到如今 你看到的确是不是风云在起 操作股票就是要这样子 一档接一档 抓住主流族群 抓住指标标股 想要一起成为赢家的朋友 欢迎跟上温阳老师的脚步 休息一下 大家好 我是郑宁娟 非凡商业台 只要钱长大 改版咯 黄金 债券 基金 投资商品 最新的资讯 全部都在最专业的理财节目 只要钱长大 掌握第一手的投资趋势 请锁定非凡商业台 只要钱长大 周一至周五 上午九点到下午一点半 非凡抢先报 锁定非凡商业台 掌握未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凡商业台 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每天看这么多的数字在跳动 经过比较就会有比 外行在看热闹时 内行的已经在看门道了 钱所衍生出来的十一柱形 这就是财经 全世界的任何风吹草动 所产生的蝴蝶效应 就是我们要告诉你的财经 非凡商业台 周一至周五 晚间八点到十点 股市现场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现在当然很多投资朋友 会被市场上的一些消息面干扰 甚至感到害怕 因为每天其实 川普又讲了什么话 美股又怎么样 入股又破底 贸易大战如何克税 这些相关的资讯 真的太多了 如果你要一直看这些东西 你要一直听这些东西 你要一直烦恼这些东西 那什么股票都不必投资了 那当然不投资就没有风险 不投资你也不会赚钱 所以呢 这一波我一直跟各位讲 醒醒赶快醒一醒 好好看清楚这个盘面 是内支在控盘 不是外支 魏洋老师不是信口开合 随便说说的 上个礼拜我已经拿了很多资料给各位看 今天我再让各位看一下 国具 我不是要让你去买国具 但是呢各位看看 这个地方 国具呢 4月底的时候是584元 涨到呢 今天收盘1230元 涨幅是不是超过一倍 可是呢 下面这个是外支的买卖跟库存 各位有发现到 外支的库存一路大降 减少了起码上万张 外支一路卖 国具有没有因此脚软 没有 还站上了巅峰 当然这只是其中一个例子 从国具的走势就告诉大家 现在你要做股票 要换一些新的想法 这个想法呢 就是内支在觉醒了 所以内支会找什么样的股票 你要了解 内支的操作手法是什么 你也要了解 那渭阳老师 在内支法人 待了十几将近20年的时间 我过去呢 在投信 也就是基金操盘界 所以我其实非常非常清楚 内支是怎么做股票 内支是怎么选股票 那包含我很多的同事 朋友 有的呢 在受险公司操盘 有的在自营商操盘 有的在基金公司操盘 有的在帮别人做代课操作 操盘 所以其实 老实说 虽然现在大家看到这种 所谓的中美贸易大战的 全球系统性风险很害怕 可是呢 当我看到 内支在这里控盘的时候 我反而很开心 因为这完全就是适合我的盘势 内支的天下 其实就等于是 我和我们家族朋友的天下 所以你看这一波我们的股票 虽然有涨有跌 宣德之前拉回 那目前他已经突破了下降轨道之后 重新回到原本该有的位置 为什么呢 宣德其实完全就是被错杀了一档股票 明明后面跟立讯的合作 会开始让他的营收越越高 可是这一波下跌 纯粹就是因为 大家市场上的恐慌心理 所以 有点委屈 那只要你业绩开始出来 股价自然会还他公道 那 郁金光 第一点进场 大赚51% 那我也不瞒各位说 51%我们没有卖 那你说获利是回土 没错 本来大赚 变成了赚少一点 可是为什么 即使拉回 我也不卖 因为看好的理由 完全没有改变 而且才正要发酵 不是吗 苹果的新手机 才正要开始出来 不是吗 他的后镜头 以前几乎是大力光天下 现在郁金光加入了分时 拿到四占率 这不是很大力多吗 所以其实 股票虽然有涨有跌 这一段时间 我也不会因为说 看到股票跌下来跟你说 我们高档全部出清 因为魏老师在做股票 本来就不是看一天两天 当我知道他后面 还有利多 还没有反应完 他还有更大的潜力的时候 这中间可能 碰到了市场 因为不了解这档股票 或者是市场 因为恐慌的心理 因此去错杀一些股票 短时间 我们可能就要忍耐 可能会有点委屈 可是最终 毕竟能够把股票 报到正确的位置的人 才能够真正享受 破断的财富 所以做一档股票 你想想看 光是我们讲 郁金光这51% 这中间 也不是每天都红的 不是吗 这一段时间 有没有 5月中旬到6月初 他也都在盘整 黑K棒出现的次数 还比红K棒多 可是如果你这边 因为受不了把它卖掉 那后面这一段喷出 你是不是就赚不到 所以跟着渭阳老师 很多股票 我即使在节目 时间有限状之下 没有办法每天讲 或者是把我最完整的看法 一一的陈述 可是你可以很安心的 跟着我的脚步 因为我所选的股票 都是有根据的 像位数 我们从去年一字头 一直操作到现在这一波 又大赚了50几% 股价来到了75块了 我看好的理由 都没有改变 股票如果涨停板的时候 可能很多人都会来 谈这档股票 可能很多人都会跳进来 想要操作它 可是股票整理个两三天之后 大家都不见了 大家都不谈它了 只有渭阳老师 会一直跟你持续的追踪 分享我所看好的股票 我相信这一波行情 经过震荡之后 很多投资朋友 操作真的也辛苦了 受了一些委屈 受了一些伤害 可是你不要担心 你现在来找渭阳老师 赶快及时的学来勒马 如果你的股票过去的已经是不对的了 趋势已经不好了 你就不要再耗下去 赶快把它换到对的股票 如果你有参加过其他的投顾会期 你不管是刚参加一个礼拜 一个月还是已经参加快一年 那都不是重点 你现在来找我 我们会给你最用心 最大诚意的补助 手中还有会期的朋友 来找渭阳老师 会期越长的 我给你越多的补助 帮你跨出赢家的第一步 当然7月份 这个行情 你一定要好好把握住 跟上我们的脚步 带你体验标股 标速度的乐趣 银星大回馈 就在今天 赶快把握 立刻来电 祝大家操作顺心 我们明天见 本公司与所推介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险胜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